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提高过三次 也都过关了 尽管那时候美国的共和党并没有全面执政 所以全面执政就是总统 包括两院都是同一个政党 尽管川普没有全面执政 但还是顺利过关了 这一次到底10月18号会不会过关呢 变成是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 因为它会引发非常大的金融风险 系统性风险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听众朋友你还记得 美国曾经出现过 史上让股市崩跌大跌的一次债务违约的危机 就是在欧巴马当总统那时候 那时候大概是2011年 2011年的8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的两党也在讨论 这个所谓的债务上限的问题 到这个8月2号的时候最终 这个债务上限法案是被通过了 这个瞬间化解了美国出现史上 首次债务违约的危机 因为当时也差点债务要违约 因为政府也没钱了 没钱去支付这个债券利息了 但是突然的就在周五的时候 这个8月2号通过之后 马上引发另外一个大的危机 虽然通过法案暂时化解了 这个债务违约的危机 但是三大信贫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 就把美国的信用平等 主权信用平等给降级了 从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个A的级数 降到两个A+. 这一个重磅的消息 使得股市我记得当时是大崩跌了 大跌一段了对不对 当天是跌得很恐怖 那至此之后 标准普尔500 标准普尔就没有再把美国的信用平等 从这个AA+,拉回这个三个A 不过穆迪跟惠玉 还是维持美国三个A的平等 还是这个最高等级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劳保劳退 也买了很多国际债券 我相信其中也不少美国政府在 包括我们保险公司也买 那如果说10月18号 真的这一次美国两党这个瞧不定 国会没办法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哇那再来一次那不得了 是啊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恒大到底是不是真危机啊 好多人 这个有专家提到了 其实危机啊 不是在恒大 美在上线才是危机啊 其实美在上线 这要听一下老师的看法 对啊 这个美在上线 因为他早期的时候 已经发在一直在扩张 那现在货币太多了 他的债务还达到上线的话 其实对他美金也 也有这个风险存在 就是美金的美元的地位啦 这个叶伦昨天在国会有提到 对他说如果这个真的 美国债务违约的话 这个会违及到美元的 这个美元的所谓的 他的信用地位 是啊 所以如果说这个上线 有没有通过 我想没通过对股票影响 应该是最大的 但是通过之后呢 通过之后的话 美债啊 他发行量会逐步的增加 其实是对市场上面的 债的量能 基本上会影响非常大 其实债券市场 现在的价格已经被利率 搞的价格都往下探了 现在量如果再逐步的再出来 哇这个恐怕价格 可能还会再崩跌一阵子 对因为上周美债殖率 我们来上周初啦 这个应该上上周末啦 这个美债殖率才1.3嘛 是啊 我们讲这个十年债 到昨天居然飙到1.5 1.53呢 这个上升了20多个基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短时间上升的行情 代表这个殖率大幅 那么快速的上升 代表这个市场的风险 以及呢债券价格的大跌嘛 对 所以这两个礼拜 以来呢是股债同跌哦 股市也跌 债券也跌 那这资金能去哪里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债券跟利率是成反比 那债券如果利率上升 那绝对的 那就是债券的价格会下跌 但问题在于说 美国非常重视高科技类股 高科技类股 跟殖利率的关系啊 很密切 哇这非常非常密切啊 所以如果说市场的殖利率 如果调整的话 这些高科技股的价值啊 那重股啊 对 那重股的话那还得了 所以利率上升呢 那估值是往下的 没错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天 美国科技股跌的特别猛烈 包括台股的科技股也跌特别 我跟听众朋友报告 这个最新一个交易日 就是美股的周二 道琼是跌570点 你说道琼跌很多 对不起 他的幅度才1.6 是啊 的幅度而已 纳查克跌了2.8% 对啊 那费半跌了3.8% 这都是科技股 然后标普跌2% 因为标普有科技 也有传产 也有这个金融 所以他比较中性 他介于这个 所谓科技板块 跟这个 道琼就比较偏向 这个工业股啊 金融股啊 能源股 他这个标普就在卡在中间嘛 就我讲一些股票的跌幅 给各位听听 苹果 我们讲先讲金融股好了 苹果跌了2.4% 脸书跌了3.7% 谷歌跌了3.7% 亚马逊跌了2.6% 微软跌了3.6% 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些 FMG的股票可以跌到3%4%的 这个是很少见 你说一档出现了什么问题 跌个3%4% 其他的 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股牌这样倒的 对 那另外呢 呃 那个半导体股 硬材 跌了快7% ASMO 这个艾斯摩尔跌了6.6% 哦 超微跌了6% 那NVIDIA跌了4.4% 你很少看到 硬材可以跌到7%的 那甚至ASMO可以跌到6.6% 那全世界都要跟他买EUV啊 买不到还要去跟他跪啊 是啊 虽然他股价可以跌6%多啊 其实这个看出来 殖利率受影响的 那个层面啊 非常大啊 那大致上有 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啊 有可能啊 是因为啊 有很多把他归类为说 那中国大陆的 能源双控啊 那能源双控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供应链 尤其是大家担心的就是iPhone啊 iPhone13的出击啊 有没有办法顺利 顺利出货啊 其实我们看一下 那今天啊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啊 这个能源双控的部分的话啊 尤其是鸿海的郑州所在的河南啊 它的啊警戒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它的能耗强度啊 目前是黄色的 那反而它的总量的部分 现在还是绿色的啦 所以影响似乎好像也没有这么大 那大家都担心说 到底iPhone有没有办法准时出货 那其他的供应链的话 我想最近啊 也受影响啊 也就是说红色等级的 它的双控啊 是在能耗强度 还有总量的 也就是能源耗量 总量都是红色的啊 青海 宁夏 广西 还有广东啊 这些有很多台厂啊 还有福建 两个都是红色的哦 这个基本上在目前来看的话 供应链所影响 有人在讲说 可能这一波的供应链 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停滞性通膨啊 对 这个停滞性通膨啊 之前我们认为几率很低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几率越来越高了 有的时候也许明年真的 全世界得面临这个所谓的滞胀的问题 是 我所的智障不是骂人 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 是 什么叫停滞性通货膨胀 就是物价下不来 但是呢 我们经济不增长 哇 这个对金融市场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在我们经济学上面 所谓的停滞性通货膨胀的话 就是供给面因素所引起的 那供给面因素的话 我想如果你有在关心最近的一些 这个经济环境的话 我想应该都一定会听到所谓的目前的供应链啊 非常吃紧啊 尤其是受到货柜的影响 那货柜影响影响到所有的供应链了 我想这个应该都会啊 最近又加上所谓的这个 中国大陆的能源双控的一个啊 这个影响啊 那供应链受到影响的非常大 再加上刚木豪应该有提到的 比方说像英国的能源问题啊 那这些如果加进来之后的话 我想如果供给面往左边移动的话 哇这GDP全球GDP可能会紧缩会缩 那物价可能会上升啊 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出这一招也蛮厉害 反正我就跟你拼了嘛 当然当然我看中国大陆的官媒讲说 哎你不要把这个这个说法误导到说 什么要跟美国对抗啊 这个我本来就有结构性的这个缺点 东北有结构性缺点 南边我们要这个要减排嘛 打不到这个目标 所以说呢必须要拉闸 但是说可能拉的太过分了 也骂一下地方政府说你们干嘛这样搞 平常不念佛临时抱佛脚 我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官媒是这样的发生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话 对不对 他背后的政策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目的的 对不对 没错 我认为其中 他也看准美国现在目前的经济状况 对 你物价下不来嘛 我这边这个供应链 我这样一搞之后 你这个物价更下不来了 你甚至后面的通膨会更严重 是啊 你后面通膨更严重 你美国联准会现在就进退两难了嘛 你怎么样去 呃 不不升息 你怎么样不缩表 你怎么样这个不不减少购债 我看我看你怎么干啊 对 你如果不你如果不你如果继续在在放水 你把把金融商养的更大后面不是泡沫爆的更凶吗 对啊 所以这招也也也够狠啊 如果是真的要从政治角度来解读的话 这招也是够狠啊 对啊 因为他看准的就是美国啊 哇美国最近都在塞港啊 塞港的比大陆还要严重啊 英国也是啊 英国的加油站没油 为什么没油 因为没有那个兰 那个送油送油气的卡车工人啊 不是说没有炼油的能力啊 因为这一波大家看中了就是那个圣诞节嘛 圣诞节的那个供应链的问题 好 所以说这个状况很不寻常啦 那到底该怎么因应啊 那个买了很多股票 劳保劳退怎么因应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段老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大家持有美元 这个买美股 然后买美债 这个买美股呢 就想说这个美国股市好会涨 然后这个美国的innovation 创新科技 全世界领先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买美债认为说 美债绝对保值了 这个全世界最不会违约的主权国家呢 就是美国 怎么可能美国会给你违约嘛 那也的确美国过去从来也没违约过 这个虽然说 有几次在违约边缘 但是也都没违约在正常 也都在复习了 就是说买了这个美债 没有像恒大这样子 不付这个利息给你了 好 那问题是 他以后还能这样子 这个保持他的信用下去吗 那这一次8月18号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 我看到美国国会议员 就直接跟叶仁讲说 跟共和党商量什么 跟共和党商量什么 我们在国会不是多数吗 他说他就问说 那个有一个议员很妙 他就问说 就我的认知 现在总统不是民主党的吗 叶仁说是 就我认知 现在参议院不是民主党吗 他说是 就我认知 这个众议院不是我们民主党执政吗 叶仁说是 他说既然总统 民主党 这个我们民主党执政两院 我们是完全执政 那为什么我们就不直接 用表决的通过 那个债务提高上限呢 他说你干嘛把这个责任 推给我们 这是你们官员 要去解决问题 你怎么推给我们国会议员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 如果再提高上限的话 那美国无限制的发债 那还得了啊 其实之前我有统计过 包括国际间的四大央行 日本欧洲 还有这个英国等等的四大央行 他在货币的供给额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总共加总期 大概超过八兆 增加在COVID-19以来 八兆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 那如果再加上费的四兆 因为他现在已经到八点四兆了 现在以前COVID-19之前 他是四兆 他增加四兆 所以市场增加的四兆 等同就是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三家费的 也就是增加了三个美国的量能 就是五大央行全部加起来 总共增加了十二兆美金 十二兆美金 我们对应费的以前是四兆 那不是增加了三家央行出来 这个我想应该 真的三个幽灵费的出来 反而中国人民银行 他的增加了货币供给额 也就是说他的资产负债表 也没增加这么多 那没增加这么多 一定他是在那边波动 也就是停滞在COVID-19以前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任何一个国家应该都观察到 欧美国家 现在这个资金翻滥 翻滥程度到股市了 当然这个绝对会影响到美国的长期信用平等展望 所以说最新消息 就是继日本之后 国际信贫机构会遇 也把美国的再信 再信平等展望 就是展望 从稳定调到负向 那这调到负向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未来有可能把你downgrade 对没错 所谓的稳定就是 你不用担心你未来没有downgrade的问题 那调到负向就是说 我考虑未来你如果状况进一步的话 我anytime我可能把你downgrade 但简单说像这种平等机构的话 我们都把它看作说 它有一点点的过度乐观 那如果有一点的过度乐观的话 岂不是那他说的可能 那可能就是真的 好不过讲实在的 我个人认为说10月18号 真正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很低 这个机率应该是低到 美国应该是非常低 因为大家都在演戏 美国这些 不管民主党共和党 他们也都知道事情 一旦真的债务违约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之前 我华尔街总是要给你跌一下 让这些市场下跌 去恐吓你们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最近跌就在恐吓 有很多投资名家 都出来讲了 就是大家要小心美股 所以美股的话是一个指标 它如果跌 我想台股不跌 那才奇怪 今天已经跌到了 没错 所以段老师 在这样状况下 股债双跌的危机 我们该 尽管它有可能是一个短期危机 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我是认为你现在如果有股票的 我是认为像类似美股的 类似高科技股的 可以币 尽量币的 那如果你已经安全边际 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那大致上还可以再把它当作存股 好 但我觉得这个是短线危机 中长线 我其实讲实在 我现在看这个美国国会议员 是在演戏了 昨天晚上看CNBC直播 是看得很过瘾 就是说看他们怎么样演 两大咖坐在那边 一个叶伦 一个鲍尔 然后面对了一群国会议员 大家在那边各说各话 Anyway 短线危机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中长线 更值得concern 就是您刚刚所讲的 停滞性通货膨胀 您觉得这个几率 明年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几率 有多高 因为看起来 这次中国大陆是跟你 跟你是要玩到底 因为今天的消息是什么 今天是连北京都限电 是啊 你说这个北京 先前说法说 东北为什么会停电 东北停电说 因为东北的电 全部往这个华北输送 结果他今天全部停 他这个今天 缺电危机迅速蔓延 从沿海经济重镇到东北 十几个省份受影响 包括连北京也开始分区限电 而且最常停11个小时 所以大家想想看 如果中国大陆一直在限电的话 我目前看到昨天的资料 北京目前双控的部分 还是绿色的 反而他今天在限电 恐怕已经来到黄色了 所以如果连行政的首都都在限电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公益店 可能永远在塞港 这个非常危机 那您觉得那个停滞性通膨膨胀的形成 跟可能性 现在目前看起来有多大 目前看起来是非常大 怎么说 因为光塞港的现象 就可以把攻击曲线 往左边移动 往左边移动 就是代表说你的GDP一定会下跌 那个物价会上升 绝对会被打回 打回往后退 那以前大家都认为说停滞性通膨的话 是由谁来引导油价 但问题是油价窜身 大家生产不及 但问题是这一次不是生产不及 是因为中国大陆 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生产国家 限电又采取两种来控制 一种是这个每一块钱的GDP 你能耗如果超过它的标准的话 你就开始限电了 那第二个控制的话 就是那个区域的总量 如果超过这个年度的某个百分比 那下面下面还有很长的日子 这个叫做 对啊 所以强度跟总量限制 你刚讲一下强度 它怎么计算 那强度是用每一块钱的GDP 创造的GDP 它大概会消耗多少的能耗 这样 它的能耗有它的标准存在 也就是说用一块钱的 就是分母是GDP 那分子的话就是能耗的那个程度 那当然这个目前看看来 我看北京已经存在的话 我报一下目前中国大陆所顺序的 红色的青海 青海严重 现在是第一名 再来是宁夏 再来是广西 再来是广东 再来是福建 再来是新疆 云南 陕西 江苏 哇 江苏受影响非常大 那个昆山 那个地区台商非常多 那你说昆山会不会受到台商这边的影响 那绝对会的嘛 这边供应链跟台商那边 江苏的 哇 那个连结性非常高 再来江苏玩是浙江 浙江还 现在昨天还是黄色 全部都黄的 今天已经变红色了 对啊 河南 甘肃 四川 安徽 贵州 三西 黑龙江 江西 辽宁 江西 再来是上海 重庆 再来 再来是北京 连北京今天都限电的话 可见我刚报的那些省份跟都市的话 我看也都影响非常重了 你刚讲河南是郑州 这个是苹果大本营 会不会真的给你搞限电呢 你觉得 会哦 我之前买了一台那个iPhone就是从郑州寄来的 所以大家 我觉得这个连那个中国大陆自己的供应链 在江苏的 他自己都觉得说 哇 太离谱了 所以因此 如果说依照中国大陆的行业 会受到影响的话 他自己也公布 他们的受行业影响 产业最重的 那就是非金属矿物制品 这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金属制品 第三个是建筑 第四个是有色 有色的这个 这个金属 金属产业 那再来就是比方说像塑胶的橡胶的 那这个在台湾应该也会受到影响 那段老师在 如果在这个停滞性通货膨胀下面 这个资产价格的表现会如何 那投资该 该注意什么 那这个就是代表说 所有的物价会上升 但是你的薪资 薪资可能会跌 薪资会跌的话 那这个物价也包括了公司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但是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涨幅是超越所谓的股票的涨幅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讨论到说股票也在涨 但是问题是物价涨的话 大家会非常惊恐 所以基本上金融的那一些钱 大家会去把它换成现金 这是人类的行为 就把它换成现金 去补贴我现在物价上升的一些缺口 当然这是每一个人去换算结果 摊到每一个人 那当然物价的那个幅度的话 当然会越来越少了 好 这个停止性通膨膨胀下面 几乎没赢家了 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 我们这边等会休息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